第五节 意大利的统一 自罗马帝国崩溃后 南欧半岛意大利就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意大利同德意志在历史上有惊人相似之处 分裂的封建政权长期困扰着社会发展进步 但和德意志不同的是 意大利各个封建政权长期处于外国势力的控制之下 奥地利控制的半岛北部伦巴蒂和威尼斯 西班牙波旁王朝控制半岛南部纳布勒斯和西西里岛 中部的教皇国驻有法国军队 只有意大利西北部的撒冰王国是唯一保持独立的国家 国家长期分裂和外来势力统治 使意大利人民蒙受巨大痛苦 资本主义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自19世纪初 意大利人民为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 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史称民族复兴运动 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 致力于意大利社会进步的主要组织是 秘密的是秘密的民族主义政党 烧炭党 它致力于成立一个统一自由的意大利 在意大利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烧炭党的成分极其庞杂 其成员来自意大利各个社会阶层 既有思想开明进步的贵族 也有军官学者 记者 还有手工业者 农民 渔夫 他们多以密谋暗杀 爆炸破坏 政治绑架等手段 以暴抗暴 烧炭党人还多次密谋起义 但均遭到残酷镇压 1831年 意大利中部发生烧炭党掀起的革命运动 结果被教皇联合奥地利军队扑灭 此后烧炭党影响衰落 逐渐退出意大利政治舞台 关于意大利历史上烧炭党人的事迹 向大家推荐两部小说 第一部是出版于1897年的牛蒙 作者是英国女作家弗尼契 她生动地反映了19世纪30年代 意大利革命者反对奥地利统治者 争取国家独立统一的斗争 成功地塑造了革命党人牛蒙的形象 苏联在1955年曾经拍摄了同名电影 19世纪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斯汤达曾经长期旅居意大利的米兰 对意大利的爱国志士抱有极大的同情 与争取民族解放的烧炭党人来往密切 1829年发表短篇小说 Fannina Fannini歌颂了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 歌颂了那些为民族解放而献身的烧炭党人 1820到21年意大利曾经爆发过资产阶级革命 但被神圣同盟以武力镇压下去 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 意大利人也积极投身其中 但意大利的革命均以失败而告终 革命的失败也说明 意大利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十分落后 软弱动摇的意大利资产阶级 以上不足以承担统一的重任 意大利的封建势力和以教皇为首的 反动宗教势力都非常强大 奥地利法国等外国势力的干涉介入 这些对于意大利的统一 独立运动继续起着破坏作用 所以直到19世纪的中期 意大利仍然处于封建割据 和外国占领状态 唯一保持独立的是北部的撒丁王国 他保留着1848年革命时期制定的宪法 实现君主立宪制度 1849年国王伊班纽尔二世继位 他有志于改革 1852年任命自由派贵族加福尔为首相 加福尔倾心于英国君主立宪制 出任首相后便推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 发展工业 新修铁路 扩建港口 扩大对外贸易 加强国防建设等 通过这些改革 撒丁王国成为全意大利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加福尔还允许报章杂志刊载 反澳文章 接纳意大利其他帮的爱国志士 到撒丁王国来避难 加福尔的这些措施提高了 撒丁王国在意大利和整个欧洲的地位和声望 撒丁王国成了意大利统一运动的中心 加福尔认为要实现意大利的统一 只能依靠军事 要实现意大利的统一 只能依靠军事手段 面对着军事实力远胜于己的奥地利 加福尔想在外交上利用法奥矛盾 采取与法国结盟打击奥地利的方式 1858年7月 加福尔在法国与拿破仑三世会晤 并达成了联合对澳作战的秘密协定 打败对手后 由撒丁王国兼并奥地利统治下的 伦巴底威尼斯建立北意大利联邦 撒丁王国把靠近法国的撒威尼和尼斯 割让给法国作为筹线 为了巩固与法国的结盟 撒丁王国 撒丁国王还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了法皇的兄弟拿破仑亲王 1859年4月 撒丁王国联合法国对奥地利宣战 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蒂 回国组织志愿军参加对澳战争 略底澳军就被赶出了伦巴底 退走威尼斯 在对澳战争中 意大利中部各小帮人民 趁机起来斗争 推翻了奥地利支持的封建政权 成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其一的各邦都要求合并入撒兵王国 拿破仑三世并不愿意看到 一个真正统一的强大的意大利的出现 于是他背弃诺言 七月单独于澳黄签订了停战协定 规定奥地利交出伦巴底 但仍然可以占有威尼斯 在发生起义的各邦 恢复原有的统治秩序 法皇的背信起义使得加福尔大为愤怒 迫于压力 撒兵王国也不得不于11月 与奥地利签订合约 承认法澳合约的条款 随后又按原先与法国的协定 将萨沃伊和尼斯割让给法国 1860年3月 中部各邦经过公民投票 正式宣布与撒兵王国合并 意大利北部和中部 基本实现了统一 在中部地区革命运动的影响下 1860年4月 南部的西西里岛 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很快席卷全岛 加利波帝闻讯后 立即组织了著名的红山军 赶赴西西里岛参战 在当地起义军的配合下 红山军所向披靡 5月到9月先后攻克巴勒摩 解放西西里 攻克首都纳布勒斯 推翻了西班牙波旁王朝的统治 建立了临时政府 至此 意大利南部除罗马外 以全部获得解放 加利波帝为了争取民族独立 和实现国家统一 立下了巨大功勋 但是他顾全大局 无意攫取权势 他深知 只有在沙丁王国的旗帜下 才可能完成意大利的统一 他在纳布勒斯 同沙丁国王一般女王二使进行了会晤 然后将自己征服的领土交出 回乡隐居 不久 纳布勒斯西西里两地进行公民投票 同意并入沙丁王国 1861年2月 意大利王国宣告成立 沙丁国王成为意大利国王 加福尔为首相 定都佛罗伦萨 实际上 此时意大利的统一并不圆满 威尼斯仍然在奥地利首宗 罗马 教皇 盘踞在罗马 并且由法国撑腰 1866年6月 普鲁士未统一德国 对奥地利宣战 意大利根据与普鲁士达成的协议 加入对澳战争 最后奥地利战败 将威尼斯归还意大利 1870年7月 普澳战争爆发 拿破仑三世不得不撤回 驻罗马的军队 9月 意大利派兵占领罗马 根据公民投票 罗马合并于意大利 教皇被剥夺世俗权利 必居梵蒂冈 自称为梵蒂冈之囚 至此 意大利统一最后完成 1871年1月 意大利王国首都 由弗洛伦萨 牵制罗马 意大利的统一 结束了封建割据和异族统治的混乱局面 为意大利民族 为意大利民族生存和社会发展进步 创造了良好条件 为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是统一以后的意大利保留了军祖制和大量封建残余 民族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影响意大利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 因此在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以后的工业化进程当中 意大利落在了最后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 列宁称意大利是贫穷的帝国主义 加图